以前就是看暴障 看电影 受刺是什么一回事 但如果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 完全是两码事 在千军一法的那个时刻 看到这个刀锋 急看过来的时候 哎呀 没有时间想 只有本能的反应 当时是痛苦 没有痛苦 这条片 我自己也不愿意看 如果当时我真的把我的命拿掉 那我怎么对着我的家人 我还有我的太太子女 面对过这个事情之后 更加给我就是一个很明觉的 一个态度 一个信息就是 我们更加需要 以法治精神 来维护社会的地势 和平 如果不是每一个人也面对同一样的事情 他们也不一定比我幸运好彩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好 好 好 对 好 感谢观看